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赵美主,今天是星期日七月十十号,在西方,东方那边已经进入星期一,七月十五号 感谢赵美主主,我们每一天都要感恩,我们永远要感恩,永远跟随着主耶稣走到永恒 我们要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要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永远陪伴着主耶稣走到永恒 我们要永远走一阵一路,感谢赵美主要记得大家带三件礼物,很快我们真的要去见主了 不知去见主,见阿爸父,感谢赵美主 昨天,昨天是前天不是有看到一项说见主周日,前几天 那我们就认为说星期日就要见主了,当时呢,不是的 我们现在呢,今天进入了最后四天的第一天,ok 那我等下跟大家解释一下,那还有就是说,见主周日 什么见主周日,是星期日见主,对不对 那刚才我真的见到主耶稣了,见到主耶稣的两双手 一双手,对不对,一双手呢,两只手呢,一边拿着饼,一边剥了饼 我等下跟大家分享,好,感谢赵美主 那我们进入,神要跟我们讲的话 今天,为什么我先读这个神给我们的话 就是耶和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们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这个是最后的晚餐,今天呢,是代表最后的晚餐 明天就是代表,明天就是纪念主耶稣被定的时候 那后天呢,就是明天后天,就是主耶稣在阴间 那第三天复活了,就是应该是我们回家的时间 那之前呢,见到这个异象四个黑天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主耶稣神跟我讲说 这是纪念他埋葬,死完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件事情 我相信Chelvin一定会记得了,感谢赵美主 好,那我先读这个经文,因为每次都是礼命之良先 那今天因为有经文,那礼命之良今天就不读了 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最后,进入四个黑天 四个黑天的第一天 这个黑天是纪念主耶稣被定的时候 OK,然后主耶稣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也复活了 主耶稣的身体有个不修坏的身体 是远远活着的身体 那我们也是跟着他,有着一个远远不修坏的身体 感谢赵美主 那耶稣为门徒洗脚 那是约翰 我就用,其实呢 你可以在最后的晚上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17节到30节 或者是马可福音14节天天14号12节到26节 或者是路教福音22,这些数字都是我们一直看到的 22章7节到39节 那约翰福音也有每一个,怎么讲,Gospel都有 那约翰福音呢是在13章1节到17节 那我把全部读完,因为下面后面也是昨天神跟我们讲的话 好,那第一节开始 由耶稣为门徒们洗脚 第一,逾越节之前呢 耶稣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回到父哪里了 他一直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 并且爱他们到底啊 是往范的时候 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念头放在加略人 加略人 OK,那我们之前看到的意象是略加教 这个是有一点相反一点 是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犹大的心灵 耶稣知道父将一切交给了他 耶稣知道父将一切交给了他 他交给了主耶稣 也知道父将一切交给了他 也知道自己从上帝哪里来 要回到上帝哪里去 第三节 耶稣知道父将一切交给了他 就是主耶稣知道父将一切交给了他 也知道说自己是从父那里来的 从上帝哪里来的 要回去上帝哪里了 好,第四节 那,OK,一下子啦 因为眼睛的问题 还有呢,这个电脑是用左手 通常是右手 第四,那就离析张起来 主耶稣就离析张了起来 脱了外衣 就把毛巾塑在腰间 OK,腰就是代表正义 第五,然后倒了一盆水 为门徒洗脚 OK,为门徒们洗脚 OK,洗他们脚 OK,要走正硬路 用锁在腰间的毛巾 擦干他们的脚 第六,轮到西门彼勒的时候 西门彼勒就是山门彼勒 他说,主啊 你要洗我的脚吗 那主耶稣说大家都知道 彼勒从话就是这么直接的 而且有时候就没有用头脑了 当时也有他的好处了 第七节就是他不讲信息的话了 第七,耶稣回答的说 我这样做,你现在虽然不明白 将来一定会明白 像我们走过两年多,两年的时间 我们很多都走过几年了 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 很快的有一天 我们就会明白了 所以我们一直抱着这个信心 虽然经过很多苦难 也经过这个怎样 一关又一关的考验 但是我们毕竟信靠以顺服 知道神不会忽略了 我们神不会这样想忘记他给我们的允许 我们一路跟着主耶稣回到天国 好,一把节 那彼得说 你绝对不会洗我的脚啊 耶稣说 如果我不洗你的脚 你就跟我没有关系啦 如果主耶稣说 如果我不洗你的脚 像我们这些时候 我忘记了 刚才忘记写下去 有看到油 主又加多一点油给我们这一群人 加油了 所以我一直看到水在洗网盆那边 所以耶稣说 如果我不洗你们的脚 你们就是跟我没关系啦 对不对 第九节 西门彼得说 住啊 那不止我的脚 连我的手跟头也帮我洗吧 那耶稣说 彼得就说 那我要跟你很深的关系啊 主耶稣那你就洗我整个头啊 整个手脚啊 所以彼得有这个愿望 有这个信念 但是最后呢 彼得就怎样 Betray OK 等下再讲 我忘记华语 Betray叫做什么 主耶稣上次了 这不是我们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洗碗 没有啦 OK 第十节 耶稣说 洗过澡的人 纯身是干净的 只要 只要 洗洗脚就好了 你们是干净的 但不是每一个都干净 OK 第十一节 因为耶稣知道 谁要出卖他 所以就说 你们不是每一个都干净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干干净净的 好不好 第十二节 耶稣给门徒 洗完了脚 洗好了脚 并穿上外衣 再次坐下来 然后问他们说 我为你们做的 你们明白吗 我为你们做的 你们明白吗 我为你们洗脚 你们明白吗 那十三节 你们称呼我老师 OK 你称 主耶说你们 是做门徒的 你称我主耶稣为门徒 也称为我做主啊 主啊主啊 你们称呼的对 因为我毕竟是你们的老师 我毕竟是你们的主 OK 这是主耶稣讲的话 那十四节 那主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老师 又是你们的主 尚且给你们洗脚 你们更应当彼此洗脚 你们更应当彼此洗脚 OK 要谦卑下来 互相鼓励 不要用不好的心态 所以大家要有爱 要互相相爱 第十五节 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 主耶稣说 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 OK 你们叫我是老师 你叫我是主 但是我还替你洗脚呢 所以呢 你们要像我这样 OK 你们以后做老师 你们以后做导师 做祭司还是什么 但是你要记得 你要谦卑 你要谦卑 要唯 OK 下面这个洗脚 OK 就是来到世间是做仆人 不是做老榜 第十五节 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 好让你们效法我 OK 好让你们知道 我对你们做的 OK 接下来 十六节 主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如果奴仆不能够大 OK 我是实在在告诉你们 奴仆不能大过主人 OK 大家都知道 奴仆不能够大过主人的 OK 因为是跟主人做空的 那受差遣的也不能大过 差遣他的人 就受差遣的啦 好像我们这样被主耶稣受差遣的 不能够大过主耶稣 他自己本身 OK 既然你们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去死遣 就是如果去施行的话 就是有福了 你们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你们真的去有施行的话 就是不只是听道 而且有行道的话 那就有福了 第十八节 我这话不是对你们每一个人说的 我这话不是对你们每一个人说的 我知道我拣选了谁 但这是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话 是我的放的人用脚踢我 OK 十八节 再讲一次 主耶稣说 我这句话不是对你们每一个人讲的 我知道我拣选了谁 OK 这是我们这一群人 主说我知道我拣选了谁 OK 我知道我拣选这一群人 特别每一天我在栽培的 而不是Lily Lily 不是Lily讲的话 是上帝 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 OK 主耶稣说 我拣选了你们 但这是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话 OK OK 那再讲回来 这边主耶稣说 我这句话不是跟每一个人 有一个人 是什么 是我犯的人用脚踢我 大家都知道 是谁吃了 主耶稣都放吃了 上帝的饭还用脚踢他呢 怎么吃上帝的饭 我们每一天吃饭不是有感饿吗 那我们每天不是吃上帝的饭吗 OK 那十九节 我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预先是事情 犹大没有背叛主耶稣之前 预先告诉你们 等事情发生以后 你们就会相信我是基督了 就主耶稣说 我跟你们先讲 事情还没有发生 发生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 我跟你讲的 OK 都实现了 就是相信 上帝的话 相信主耶稣讲的话 他毕竟是从父哪里来的 OK 付给他聪明智慧 给他这个智慧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本身就是神 要知道我们 这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神是天父 天子 圣灵 天子 就是主耶稣 人子也是主耶稣 来到世界做人 那二十节 主耶稣说 我实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人若借待我所差遣的 如果人能够借待我所差遣的 今天神差遣我们做仆人 如果那些人借待我们的话 就是借待了主耶稣 不借待我们的话 就是不借待主耶稣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太我来的那一位 就是说 主耶稣说 人的 借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借待 就是 主耶稣派我们来做他的仆人 接待我们的 就是 借待了主耶稣 那 借待了主耶稣呢 就是借待了那位 猜他来的就是阿爸父 就是上帝 那主耶稣一言 犹大卖主 二十一节 说完这番话之后 主耶稣心里很难过伤心 并宣布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那二十二节 门徒就互相相看 不知道主耶稣讲的是谁呢 那二十三二十节 西门比的就像主耶稣 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是约翰 约翰坐在 主耶稣在旁边 所以彼的就 暗示这个 这个 这个约翰的点头 叫你去问 耶稣到底是谁要出卖的 他 那个门徒 这边就讲到约翰 那约翰呢 变呢 变 写这本书的就是约翰 约翰福音 而且是他也是那位 写其事录的 OK 第二十五节 变顺势 顺便过去问主耶稣 说 是谁呢 那二十六节 主耶稣就回答说 我就播了 就 就 播了一点饼 给那个人 给谁就是谁了 那主耶稣就做了 播了一点饼 不给那 加略人 西门的儿子 尤大 OK 大家都知道 尤大出卖了主耶稣 那二十七节 尤大吃了以后 撒旦就进入了 他的心 OK 他本来就有这个意念 就是有这个意念 要 要出卖主耶稣 一直想着 一直想着 但是还没有做 当时到那个时候 OK 这个 怎样讲 这个撒旦 因为那时候主耶稣讲这一句话 那尤大里面说 你在叫我 好 我就做给你看 OK 那就是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点事情 OK 自己知道不对 就不要去做 做了就是撒旦进入了我们的心 那耶稣就对他说 古你要做的事 赶快去做吧 OK 那二十八节 同座吃饭的人 没有人明白耶稣这番话的意思 那二十九节 因为尤大是管钱的 是管理钱的 有人以为耶稣是叫他去买过节的用品 或者去买去捐钱给穷人 OK 去捐救全人 那三十节 尤大吃过那块饼后 立刻就出去了 那时候是往上 OK 那时候是往上 那 接下来是新的命令 那三十一节 尤大出去以后 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得到荣耀了 那主耶稣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主耶稣就要背定 他知道他会背定 他说他得到荣耀了 那大家 我们过着很辛苦的生活 这些时候在等候 我们毕竟得病就得病 要得到癌症的癌症 过了各种各样的病症 就在轮椅了 好像我眼睛 真的 我还有很多东西 我不跟大家讲 很怕吓了 大家 我家人唯不给他们知道 OK 只有 还有 Chelvin知道一点 还有阿兵知道一点 很多 就是说 有些东西不是说 你讲了人家会吓到的 OK 但是呢 好像主耶稣也有他隐藏 有些东西他不能够讲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什么都讲 OK 尤其是自己私人的东西 叫他们自己私人的病 OK 那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得到荣耀了 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到了荣耀 上帝在耶稣身上也得到了荣耀 OK 主耶稣知道他要被定了 怎样得到荣耀了 他的死拯救了世界 32节 上帝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荣耀 也要让人子在他身上得到荣耀 大家就知道 我们的主耶稣在 人子在父里面 父也是在人子里面 是双方的 并且马上要使人子得到荣耀了 33节 孩子们 OK 主耶稣叫他的闷斗孩子们 毕竟是他们的孩子 叫我们耶稣主耶稣的孩子嘛 对不对 我们灵魂生命是从主耶稣哪里来的 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 以后你们要找我 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够去 我去的地方暂时你们不能够去 这句话我以前对犹太人说过 这句话我以前对犹太人说过 跟谁有太人 从旧约到新约那时候都跟他们讲过 现在也照样的告诉 就是跟以前的信志们 跟那些旧约里面的有太人讲过 现在我照样的告诉你们 告诉门徒们 那34节 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主耶稣说 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是什么命令了 大家 就是其中一个礼物啊 你们要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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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带着三件礼物就是信心爱心与盼 那当中最重要就是爱心 神在两年里面一直训练我们要有这颗爱心 要谦卑要有爱心 希望别人做的比你好 希望别人得到的赏识比你好 比你多 对不对 虽然是很难 但是大家都是真正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对主耶稣的仆人 主耶稣怎样做 我们也要怎样做 就像主耶稣说 我现在所做的 你们以后呢 我以后的子民 仆人比我做的更大 这是主耶稣讲过的话啊 那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啊 那主耶稣说 我以后的仆人比我做的更大 所以我们也要像主耶稣一样 我们祝福别人 OK 祝福别人 一定要祝福别人 我也希望大家做的比 其实我也不是说我能够做到怎样 就是说大家做的比我更多更深 我是很开心的 OK 接下来 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啊 对不对 三十五节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 世人就会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啦 OK 第三十六节 一言比人不认识主 那比人说 主啊你到哪里 我都跟着你到哪里啊 OK 我要跟你的关系是最深最奥妙的啊 当时主耶稣说 你会不认识我上次 三十六节 西门彼得就问主耶稣说 主啊你要去哪里呢 主耶稣回答说 我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够跟我去啊 OK 我要接下去 跟我去 但将来必定跟我去 上十七节 彼得说 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跟着你去呢 就是为你而死我也愿意 有没有看到 我们当中大概有很多人 那包括我在内 OK 主啊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作为活距 OK 主啊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作为活距 什么是活距啊 就牺牲了自己 就包括死亡在内 包括死亡在内 那如果今天包括死亡在内 那我们今天得了病 我们很痛苦 每天都在 哎呦哎呦哎呦 不要醒来啊 身体也不能够得了 我很病啊 我生病啊 我生病啊 主你快快来救我啊 一直享受自己的病 没有注目于主耶稣 OK 大家知道 要 我们生病的时候 OK 是要吃三次 一天吃三次 对 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一天就要吃三次 主耶稣的话 OK 是要吃 零 粮食 粮食 就是我们的粮药 那 所以这边 其实我那天都有想到住啊 住啊 我们说我们献上 我们自己为伙计 我历历的 也是走到这样的情况啊 如果我一个人自己走过 就比较容易 那我要 我家人在内啊 我的家人要抱着很大很大的信心 因为他看着妈妈的眼睛 看着妈妈的身体啊 这样走下去 他们是很痛苦 所以很多事情我不敢跟他们讲啊 还有我们 我还有神说 莉莉你要带着一群人 那这是有责任啊 不能够自己要做什么就做 不能够要放弃就放弃了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 就简单就多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说主啊 真的 我当我想说主啊 我作为 呃 献上我自己作为活计 那今天真的献上作为活计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非常痛苦 就啊 怎样讲 好像死掉就算了 怎样 那十字不能够了 就好像主耶稣 OK 毕竟他在帮路的时候 OK 真的要死去活来 但是他还是要背这只十字架 知道他一定要背定在十字架上 他的工作才做完 OK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 那38节 主耶稣说 你真的愿意为我而死吗 那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说 主啊 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作为活计 那今天主耶稣说 你真的愿意为我而死吗 真的吗 真的吗 OK 那真的话 你就赶紧活起来 OK 利用所有的时间 剩下来的几天 好好的利用他 做了把神的荣耀 呃 负责 呃 怎样讲 光照旁边的人 光照这个世界 对不对 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计较之前 你会上次不认识我 这边这个这句话 就是昨天神跟我讲的话 当时这些最后这边的话 当时我也没有讲出来 就是到我的头脑 就是这样 OK 就是主耶稣说 只有我的小羊认得我 只有我的小羊认得我 上次8节 我再读一次 啊 当时期间 皮勒就说 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够跟着你去呢 就是为你死 我也愿意啊 上次8节 主耶稣说 你真的愿意为我而死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低教之前 因为上次不认识我 感谢赵美酒 神的话 OK 那接下来呢 我就分享看到的印象不多 OK 感谢赵美酒 阿们 好 大家 大家看画的图片这边 那从第二开始 那昨晚11点多 我们就在加拿大11点多 东方是早上 十点啊 十点怎样啊 那我就看到我的小孙子 那是Joseph Joseph只有五个月多 然后他就看到他通常的 他会这样游历一下 这样跳一下 然后他的衣服里面穿的是 狼紫色的 不是狼紫色 是狼青色 狼色加青色 OK Blueish Green Blueish Green 狼青色的T恤在里面 外面又穿了这个卡迪根啊 然后啊 他的衣服这个T恤啊 是狼青色 但是会发亮的 会发亮的狼青色啊 好 就是讲啊 我狼色也是天堂 也就表示天堂 青色就是 呃 go 就是回家了啊 那啊 地上那边 我就 也昨晚 11点啊 10分这样 我就看到 主耶稣的手 呃 也可以讲 上帝说也 主耶稣通常 他的手指会比较长 但是 因为他是这样 呃 有一点 喝起来一点点啊 就在我前面 很近很近我啊 就要进来 剩下 就是说五天 五天就在我前面前面了 已经很近了 就要下来 带我们上去了 第四那边 就看到一个戒指 主耶稣的两只手 那就这个戒指啊 那个戒指呢 是百斤 百斤 然后里面有一个 一粒的 壮石 我在想说 通常想到壮石 大家会想说 哦 那个壮石应该是很大很大 但是这个壮石呢 我相信是壮石 但是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如果是我的话 因为我每天要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 我如果戴上了戒指 我就选那个壮石 比较小粒一点啊 我方便做工 嘿 啊 小姐 赵梅酒 那 十五呢 就是看到 那是昨晚 是半夜之前 就看到 五个 五个 窗门 先讲窗门啦 然后都是发亮的 都是发亮 就是五天之内 五天之内 那第六呢 就是看到 主的手 然后主的手 它是右手那边 里面有四粒 里面有四粒 葡萄 另外一粒比较大的葡萄 OK 我画的比较小 比较大的葡萄 是在手的外面 OK 就是上去了 不在里面 在外面了 所以呢 那为什么都是比较大力 也叫十一、十二、十三 即使是会有发亮的 我忘记彩阶黄胜 是发亮 那十一、十二、十三呢 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它另外一边就是双子座 双子 另外它是twins 另外一边是几点呢 是五点、六点、七点 OK 那五点我们跟着这个十中神 我们的十中五点就是十六 六点就是十七 七点就是十八 对不对 OK 那十三那边对面那边就是五点 五点就是N点 十六就是爱 六就是喜乐 OK 那十二点 十二点是完整的 完成的 那对面那边就是六 六就是喜乐 OK 完成了 喜乐 十七就是胜利了 那十一呢 十一对面那边就是七 七 可以讲七耶 OK 就是成生的完整 那也是十八 OK 十一的对面是十八 十一是代表被提 那十八号就是被提的一天了 其实呢 我一直看到有十七、十八 十七、十八 那大家看十七、十八 OK 那在在Running side那边 右边那边 我不是画了很多 一些 其实只是一些而已 一直提到十七、十八 那我上面就不讲 大家自己参考 其实差不多每个星期几天都有 好多好多讲到十七、十八 只是那时候我们不清楚 因为就好像说 七、七加九是多 好像十八四 什么十八四呢 十八四是什么 四就是天平 十八就是十八号啊 那时候当然我们不清楚了 OK 那我们就看下面那边 六月二十八号 有没有 六月二十八号就是从 主耶稣波比那个图片那边 九再过来一点 没有看到青色的九九 OK 再过来就是六月二十八号 为什么我就分享这个六月二十八号 六月二十八号 十天之后就是七月八号 那十天之后就是七月十八号 那十加十就是二十天 就是我们看到红色写的二十 二十就是恩典 二十七号呢 六月二十七号 十天之后就是七月七号 OK 七七 然后十天之后就是七月十七号 OK 那好 我们就看六月二十八号 六月二十八号那一天 有看到组织的July八 七月八号 那时候我就认为我们七月八号会讲 之前也有看到八十八 十八八 七十七 OK 九十九 三十三 OK 二十二这样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在暗示我们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 在 是 怎样讲 拼图 拼图 在弄拼图 OK 那下接下来就看到写着12 写着12 是红色的圆圈 里面是彩红色的 再下来也看到6 对不对 也看到6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6是有点上去的 如果12加6的话就是18 那也有8 那也有18 就是8 18 或者18 8 那之后呢 也有看到7 上面8 有一个水 这样一个水的 椭圆形里面有水 水是红色的 那就是表 天堂了 天果了 70 OK 也可以代表17 OK 那是分 下面呢就是18 然后大家知道电脑是 这样上面下去的 所以是17了到18 好接下来也有看到 S一个圆圈S 然后 四方格就星天星地那边写着8 如果大家读起来 S10 10华人讲10 那四方格里面是 写着8 就是18 OK 18 OK 然后又看到 天天星地那边写着8 旁边呢有这个四方格这样 然后旁边都是 CCC 为什么没有18 OK 那4 也是10 You see 有时候上帝做东西要我们 要我们等候 要我们忍耐等候 要我们忍耐等候 好不好 OK 大家知道 等候呢忍耐等候就像老鹰这么坚强 OK 能够飞得越高 好 接下来又看到0 然后7 OK 之前有看到 010 100 就是0的时候就是代表10 那10再加7就是17 大家之前有看到100 就是10 然后再过一点点是0 是蓝色的 所以这个可以代表 因为 就上面已经看到蓝色的0 那就是代表10了 就17了 加面18 这些都讲到17 18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什么 OK 就看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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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完成了 看到阿爸父一直就推进去了 很紧张了 阿爸父很紧张了 当那个 第2个10 行程的时候阿爸就父就很紧张了 孩子们要回家 那讲到27 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17 那我们就回去27号 6月27号 6月27号是星期四 星期四 星期三星期四 那 6月27 我刚才讲了 到7月17号是20天 那那一天呢 有看到这个三脚平址就上去 因为这个三脚平址就go 走了 OK 那 几号了 12号那天7月12号不是有看到上吗 然后 13号那天又看到go 走啊 走 OK 所以 6月27号已经划给我们了 然后又看到 寸 寸就是6月27号 OK 寸 寸是几话 是6话 就讲到后面的6天 OK 后面的6天是从哪里开始呢 就停止的一天开始 13 14 16 17 18 也可以从12开始啊 12 13 14 15 16 17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最后的6天 好 接下来 我又看到 那一天 6月27号看到 7 Sunday 2019 就是看到journal的一面 OK 又有这样 一面 当时没有看到图片 OK 就写着7 Sunday 2019 7就是 大概7月 或者是7号 是新旗子 对呀 7月7号就是新旗子啊 就是说 这个业就是准啦 不是比其他的业 是这个业 OK 这个业 7也可以代表7月 也可以代表7号 7号也是新旗子 对不对 OK 啊 那大家知道 我们之前有看到三个7 一直看到三个7 7然后释放个里面7 好 啊 接下来 我们刚才看到 7 3 2019 之后呢 有看到一排 这四方格 就写到1234567 OK 1234567 好 那7加7就是14啦 之后呢 又看到一条线好像 4这样 然后写着4跟5 4呢 就接着5那边 4接着5 好 刚才不是讲到 7加7就是14 对不对 14加4就是多少 14加4就是18 18 5是什么 5就是恩典啦 18进入恩典 什么是进入恩典 神一直跟我们指 只要恩典 就是新天新地 就是神的国度啊 就进入了新天新地啦 神的国度 好 那6月27号那天 我有看到这个黑色的圆圈 然后里面写着 画着 一个 一个他 一个他 就是关门啦 关门啦 还有之后有看到了 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了 就是6月27号那天看到比较重要的一项 好 大家接下来第8那边 第8那边是 早上上月过后 1点20分 就看到16 2 16 是这样 我是看到地上 有看到天空 还有一些建筑物 当时是看到空天空上 写着16 OK 16加2的话 什么是16 因为16号 我们这边西方大概就第2天 就17号 那我们这边16号的话 东方那边已经17号了 17号 在家一天就是18号 所以有两天 17 18 已经在空中了 好 接下来第9呢 就是刚才画到 这个主耶稣在播饼 是今天这一首歌 这首歌是怎样 我两天了 昨天跟今天 到早上 到下午 这个 万里四哥 一直 一直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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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弄都不行 那我今天 突然间 到我都弄好 我就把它关掉 我就 又再开始 新的 再开始 那我就开始的时候 第1首歌 最新的一首歌 就是 爱没有理由 爱没有理由 我就 看他的字 尽量看 知道他讲什么 然后我闭起眼睛 在思想 他的歌继续 继续 在思想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 主耶稣的 一双手 主耶稣的一双手 一边手 拿着 左边 拿着 这块 圆形的饼 另外一边 就剥了 一点的饼 出来 这一点的饼是有三角形 就好像上一次 那个网 两年前 两年多了 那个网突然间 会掉出来 破掉 就是这个三角形 我会伸给大家 这个图片 就是一样样的形状 就三为一体的上帝 就剥了出来 剥了出来 然后 然后我就很感动了 因为很感动 也感动 真的很感动 想到上帝 他把他的身体 献给我们 所以我们每次 吃饼的时候 吃主耶稣的血 和主耶稣的血 吃他的身体 是围了什么呢 还不是围了我们吗 OK 主耶稣的宝血洗进 我们的罪 主耶稣的身体 给我们一个 不血坏的身体 OK 还给我们不血坏的身体 OK 那就剥饼给我们 啊 那 之后 OK 之后 OK 就是使我 后来提醒我 跟我讲说 今天呢 最后的四个黑天 四个黑天 今天是第一天 第一天 第二个黑天 就是纪念主耶稣 最后的晚餐 跟他门徒们 吃最后的晚餐 这是last supper 所以为什么 我上面呢 有没有看到第一那边 我还没有讲 第一那边是早上 七点的时候 OK 七点我就看到七八 七八不是1718 是七八 大家就知道 有 七 17 8 18 OK 七八 那 七八就在四方角的一个角 下面 下面 就是七八 就一个灯发亮了 一个角落 四个角落 一个角落发亮了 七八 发亮了 七八 7加8也是15 15 15 东方已经进入15了 对不对 就是说今天动画已经进入15了 7加8不是15吗 15 16 17 18 对呀 OK 我们之前有看到 155对不对 就155 15 恩典 OK要进入恩典了 进入恩典的 这个5天就是恩典的时候了 14 15 16 17 18 好 接下来我那个空格留在那边 也不知道为什么留在那边 但是呢 因为走到 看到主耶稣拨饼的时候 就到 最后的晚餐 所以我写着 Last Supper Last Supper 好 Live 现场 那今天早上是这样 我去楼上要准备早餐给他们 我的孙子接着下来 差不多9点 这样 他说 妈妈妈妈 我听到上帝的声音 I heard God speaking to me 他讲英语 他讲 I heard God speaking to me 那我问他 What did God tell you? What did God say to you? 他讲 God say The tiger Kill the lion The tiger Kill the lion 那他讲的时候有一点伤心 我说 The lion The lion is The lion of Judah Is Jesus Christ 那他就 蛮伤心的 OK 他的脸就有点丑丑的 那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The tiger The tiger Kill the lion Tiger的意思 如果Biblical meaning of Tiger 的意思就是很常人的人 就残酷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背信弃义 就好像这些 谁杀了主耶稣 就是犹大出卖主耶稣 但是这个 士兵们在家 祭司党在家法里塞人 就是祭司党以及法里塞人 把主耶稣抓 抓去上 抓去 抓去然后被杀了 就是祭司们 祭司们是谁呀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也是代表 什么 那些人听到没有行道 那些人讲道没有行道了 OK 讲道每个星期就讲道没有行道 OK 法里塞人 OK 读圣经读的很多 当时就是不行道 OK 所以呢 主耶稣就被这两种人 就是祭司们 祭司党 以及法里塞人 OK 被 杀 被杀了 OK 所以Tiger就是代表他们 Tiger Tiger杀了 主耶稣 那今天这个波饼就讲到最后的晚餐 就是配合我的孙子听到主耶稣 上帝跟他讲的声音 主耶稣跟他讲 Tiger Q的来源 就是老虎 Tiger就是老虎 老虎杀了狮子 老虎杀了狮子 老虎就是残酷的 好 大家看第十一那边 我刚才 就是 跟主说主啊 我今天最后那边总结局是什么 那我就看到了一驾 车 驾驶的很 很快 其实还没有之前是这样 我看到了一粒葡萄 很少粒的葡萄 但是有一点 不新鲜了 让让 免掉一点点 只有帮力而已 我相信这个是讲到最后这个时钟OK 这个最后这个时钟是只有11天 最后的时钟 然后只有一半已经浪了 就是说 8号到14号 8号到14号已经过了 8号到14号过了 我们就要过14号了 东方已经进入 15号了 所以已经过了 剩下后面的 15 16 17 18 我们这边还剩下 14 还剩下几个小时啊 OK 或者是 连 温哥华那边大概可以讲半天了 就剩下 啊 三四天而已 其实真正的是三十天 OK 就一半已经过去了 6天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给我看到这里 比如说没有地方写 话我就没有话 接下来就看到 一 啊 这个 就是大驾车啊 像我 你去 驾的呢 也不是说很大啊 就是 然后就能够跑长途的那种 车啊 那美国很喜欢驾驶 我们这边我的女婿买的这驾车是围绕冬天 下雪很厉害用这个truck才能够 熬过 是红色的 啊 其实很奇怪 这几年来我的 Paul他买了 还有我女儿我的女婿买的这 毕竟不是他们要选红色毕竟就是拿到红色的 那就驾车是红色的就驾上来到我这边来 很快跑得很快跑得很快上来 红色是代表什么 红色就代表大日子啊 大日子啊 要回家了 好 接下来我是看到什么 就看到这个p 这个p就是之前看到了在我耳边的旁边那边 对对 昨天有看到耳朵那边有四方格 就是这样一样样的像我画这样 四方格这样下面有一点比较 矿一点 然后一个 下来叫做一个p 然后 又有一条线 就是大概这条线就是讲到背体了 上去了 上去 之后呢 就看到两个圆形 一个一个圆形 整整的圆形 圆形 又旁边又好像在 在这个前面这个圆形的后面一点 但是那边没有看到字 前面那边这个圆形写着4 OK 写着4很清楚的4 那圆形的外面 写着1 是不是讲说 最后的4天已经过了一天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最后一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